近两年全球缺芯问题的出现 加上美方随意修改芯片规则 让各地开始重视芯片 纷纷提升本土芯片制造能力 美方力度最大 通过芯片法案 拿出520亿美元补贴 欧盟也计划投入430亿欧元补贴芯片产业 那么我们又没有补贴呢 当然也有 不过情况不一样 近日有消息显示 万一芯片补贴来了 中芯国际回应说明问题 我们的芯片补贴跟欧美不太一样 主要是投资支持 并且早就开始了 2014年9月成立了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即国家大基金 一芯投资规模达到1387.1亿元 一芯还撬动社会资金高达5145亿元 2019年10月国家大基金二芯启动 注册资本为2041.5亿元 如果按照一芯的1比5撬动杠杆 有望撬动社会资金总规模超万亿元 国家大基金两芯的投资总金额超过3000多亿元 可见国家扶持国内芯片产业的决心 大基金一芯主要聚焦于芯片制造环节 二芯主要聚焦于芯片设备 材料等上游领域 致力于推动芯片产业链的不断完善 中芯国际 北方划创 南大光电等因此受益 在两芯国家大基金的支持下 国内芯片产业链正在加速国产替代进程 然而 美方却不断收紧芯片限制措施 给我们带来了不小影响 同时也传出了万亿芯片补贴消息 国外知名媒体援引三位消息人士的爆料称 国内计划投资1430亿美元复制芯片产业 1430亿美元当前汇率约为9972亿人民币 基本上可以称之为万亿芯片补贴 按爆料消息 这笔补贴将在未来五年内实施 将以补贴和税收地免的形式提供 主要面向国内晶圆制造商 用于补贴采购国产半导体设备 最高有望获得20%的补贴 消息人士还表示 万亿芯片补贴最早可能于明年第一季度实施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这个资金补贴力度可真不小 不过 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目前还是值得推敲 首先 消息来源不太可靠 消息是国外媒体爆料的 还是援引知情人士消息 这是国外媒体惯用的伎俩 很难令人信服 这么重要的消息要国内官方媒体才值得相信 另外 万亿芯片补贴这个投资金额是不是太大了 之前两期国内大基金都不到4000亿元 并且 美方好不容易通过的520亿美元芯片补贴 换算成人民币也才3600亿 之前 国内就传闻将组建团队 攻克芯片全产线设备 补贴亿万亿 最后也未确认 其次 中芯国际已经回应 如果说补贴国内静元制造商 那么首选肯定是中芯国际这个大陆技术最先进 配套最完善的制造商了 为此 有记者专门联系了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相关人士回应表示 确实看到有不少媒体在传这个万亿芯片补贴 但公司没有收到具体的文件通知 由此可见 万亿芯片补贴极可能真的只是传闻罢了 不过 中芯国际表示他们一直有国家补贴 这至少说明国家还在扶持国内芯片制造 再者 补贴形势需要考虑 还有消息称的芯片补贴主要面向晶元制造商 补贴他们购买国内芯片设备 这个策略说起来倒是可行 能够大大促进国产芯片设备的发展 不过 为什么不直接补贴那些芯片设备商呢 那样不更能促进他们加大研发力度 迅速提高国产芯片设备水平 能够实现替代国外设备了 国内晶元厂自然就会买了 不仅如此 还要协调国内的晶元制造商 给国产芯片设备机会 共同测试完善设备 当然 我们都希望这个万亿芯片补贴是真的 那样肯定会促进国内芯片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过 也不能寄希望于此 还是要提升自身的实力 那样更能长远发展 至于万亿芯片补贴到底是否会实施 目前还不能确认 大概率只是传闻 我们只能看后续消息了 现在要做的还是要加大资源力度 争取打造出国内自主芯片产业链 ARM刚断供阿里 就想要华为提供专利 12月14日 ARM建英媒宣布为了遵守 使用在每个业务运营地区的所有出口法律和法规 我们将拒绝向中国企业出售先进CPU芯片设计APP V1和V2产品 至此这家日本控制的英企终于撕下了中立的面具 至于他口中的所说的法律法规 其实就是每三个月前颁布的 出口管制措施 全面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人工智能芯片 超算芯片以及相关设备 以美国的个性绝不会仅要求ARM断供几个APP 随后而来将是更多APP被禁用 这影响很大 ARM生态覆盖了国内90%的市场 届时国内大批芯片设计公司的灾难就开始了 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正在研发的项目采用了ARM架构 禁令一旦实施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部复制东流 这些公司中影响最大的是ARM 其正研发一款服务器芯片 评头哥且已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为研发这款高性能芯片 ARM前后投入了几十亿 评头哥芯片也是阿里达默远为数不多拿的出手的成果了 ARM作为商人来说 断供中国不理智也不明智 2022年ARM总营收超35亿美元 这其中安谋科技ARM在中国的分公司贡献了其中约20%左右 也就是7亿美元 要知道ARM只占安谋科技一半的股份 安谋科技的主要产品就是ARM的AP授权 可以推算出整个2021年 中国在购买ARMIP授权上的花费达到了惊人的14亿 购买AP费用渐渐成为芯片设计公司的主要支出 有的公司一年为它攒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元 中国市场对ARM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不愿意 但是ARM没有办法 公司背后的老板是软银 而软银本质是一家由美资控制的企业 且ARM有着不少的技术是需要美国授权的 受制于人 他的日子也难过 旅行对美承诺断供后 ARM的业务必然受到巨大打击 所以近日ARM正积极拓展新业务来弥补损失 高通 MTK在5G手机SoC市场的分工委 既然ARM找到了新方向 所以接下来他极有可能积极布局此领域 他是做AP码发出身 有着强大的开发能力 同时也有着成熟的知识产权销售渠道 所以5G手机SoC市场对于ARM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然而他可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5G领域华为同样拥有着最多的专利 如果ARM想要拓展5G手机SoC市场 华为是他一定绕不开的 这样的话一个有趣的画面就出现了 ARM一边背后捅到华为的兄弟企业 一边又要伸手找华为要专利授权 华为最后如何选择 不得而止 但是ARM的如意算盘我觉得大概率是行不通的 它的到来必然不受待见 在5G领域可不止华为一家 高通同样拥有着大量的专利 5G手机SoC市场最大的玩家恰恰就是高通 这等于是借人家媳妇给自己生娃 想得太开了 所以ARM先想办法过了高通这关再说吧 美方在芯片市场一直都在算解着 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其他企业的发展 从而保护自身在芯片市场的霸主地位 芯片规则就是他们的最新举措 致使多家芯片企业出货受诉 市场大受影响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新规则下 芯片企业的营收几句下滑 即便是AMD以及英伟达这些芯片大佬都未能倖免 实际营收跟预期相差甚远 利润受损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坐以待毙 如何缓解现状 解除危机才是关键 英伟达就开始将主要目标转向了国内厂商 先用内部消耗来缓解压力 其他公司也开始纷纷效仿 或许这是规则外最直接的办法了 美方的这一举措台积电也是深受影响的 无奈之下也只能将中企作为重点合作对象 只不过对于中企芯片的大值需求没有明确的数据 需要边走边看 美心的种种行为外界不难看出他们的心思 而他们的态度也让大家明白 如果再像以前那样对他们肯定是行不通的 毕竟美方太善变 想要今后不至于太被动 摆脱对美心的依赖是关键 好让自己真正见得独立起来 在之前国内的厂商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依赖美心可不是长久之计 必须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所以加快芯片的研发和技术升级是关键 在这一点上中仅是有共识的 并且很快就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形势有所转变 华为等厂商对待美心也无需再如从前了 为了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有所突破 大家纷纷开始布局和行动 最为突出的就是华为 小米OV以及阿里和中科院 在芯片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成效和进展 而国内厂商也开始积极响应 尽可能地采用本土的芯片 全力支持国内的芯片企业 如此一来 进口芯片的需求量就有所下降 就今年来说 10个月时间进口芯片减少了600亿个以上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而且国内的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好 芯片中起都在卯着劲的发展 而且国内新增的芯片企业与日剧增 在全球范围内占有半壁江山 新增的芯片企业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中国 这就充分说明了一点 面对半导体芯片领域 中国企业有着足够的决心和动力 在成果方面 华为有了电视芯片 阿里有了5件600 其他中起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成绩 几乎是遍地开花 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 在芯片半导体领域 我们的覆盖面就非常广了 目前为止 国产的芯片基本上 可以供应国内厂商的基本需求了 也算是在逐渐地脱离美方的芯片范围 开始向自己自足靠近 如今 技术层面我们已经有了值得飞跃 不管研发还是设计 都有着突出的表现 在生产上也日渐成熟 我们的芯片步伐已经越来越稳健 比如光刻机 伤害在90纳米方面上实现了大跨步 还有企业已经量产了自研的5G芯片 包括我国内部的光刻胶和1的软件 都得到了很好的利用 而且效果很不错 这些都说明了 我国的技术条件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未来会有着无限的可能 中国能在芯片半导体领域 能有如此大的进展和突破 得利于大家的决心和坚持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才有了今天的成效 就像标杆企业华为 它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 领头人人正非更是表示 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和阻碍 也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一步一个脚印 让华为在未来的市场上 处处布满阳光 华为的表现确实是最为突出的 特别是芯片方面 一直在布局 一直在努力 所以在华为联合国内芯片产业链中 有了重大突破 而且堆叠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后面在芯片方面 华为的地位和影响力 只会越来越高 于成东对此也充满着信心和期盼 因为他看到华为在半导体芯片领域 已经越走越远了 华为的眼光和布局是多方面的 在考虑上也比较周全 对于技术 华为一直都很重视 追求卓越 敢为人先就是他们的态度 所以现在在光电芯片领域 华为已经走在了最前面 手里的那些技术专利 就是自己的底气 在未来 谁有技术 谁就有绝对的话语权 科技其实就是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谁的科技实力最具优势 谁的地位就更稳定 也相对安全 为此 在科技方面 我国从未放松 芯片方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现在不管是光电芯片 还是量子芯片 我们都可以脱离美心了 正是因为如今的成绩 才使得外媒认为 中国的一些内部厂商 不会再像从前那边对待美心了 因为中企已经有了底气和实力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非常不容易 也希望中企能够再接再厉 做到不较不早 以利前行 那么欢迎订阅